南开智术学院的学生林香儒 她有地中海贫血症 每天需要花费十个小时的时间注射排铁机 才能够维持生命 她虽然贫血却不缺爱 她喜欢当事工 帮助别人回馈时会 活泼积极地学习英文 罹患先天性地中海型贫血的林香儒 没有病厌厌的样子 反而显得积极开朗 因为对于未来她有梦想 学好英文嘛 就是像我们英文自己是算一个弱势团体 想说如果我继续好英文 是不是也有一个能力可以帮助其他弱势团体 为了维持生命 林香儒每天要连续打十个小时的排铁机 睡觉时都得背着帮普睡觉 日前还因为到医院输血感染悉性肝炎 但她没有一句怨言 因为小时候常常被嘲笑的她 早已练就金刚不坏之声 她很要去输血 然后就表示你没有血 然后就开始这样嘲笑 他们都怎么笑 就是跑过来我旁边说 她没学没学没学 我看到她那么乐观 那么进去读英文的时候 看她其实读得那么高兴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乐意来帮助她 深信乐观开朗 林香儒放假时 还会到台湾关怀地中海行 贫血协会当志工 她说能活着就有希望 要多尽一己之力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大爱兄黄景赖世杰台中报导 不想要 我爱你 你的好 帮助能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